那也包括在19号的时候 这个林又昌基隆市长 他就说了科2P说 超过预办的病例来自新北跟基隆 他真的很不爽 因为他就已经讲了 6月19找基隆跟新北开会 根本就没有 所以台北市府怎么会说谎 要请教林静医师 包括现在台北市的副市长 黄珊珊都说了 他有跟中央反应 但是疫苗没有到位 北农说员工可以在端午连家 自行去做快筛 感觉上好像都跟台北市没有关系 那台北市现在的处置就是 只要有疫苗 就可以把北农的这个疫情 防堵住吗 疫苗有这种的功效吗 我不知道台北市的这几个是 市府首长他们是疫苗叫教徒 是不是 就是说所有的一切 只要疫苗来了 所有事情就解决了 我再强调一次 假设我们现在假设 现在北农里面有一个人 一个就好 有一个人他现在是刚刚感染 刚刚感染你的快筛跟PCR 不见得会是阳性 所以他做完检查叫做阴性 阴性之后 现在台北市府的做法是什么 把他推去打疫苗嘛 对不对 把他推去打疫苗之后 刚刚讲了 第一个你要14天之后 他对于这个病毒的抗体 才会大概有到六成 也就是他对于再接触病毒 是没有免疫力的 可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病毒 有 那你刚开始筛出来 或PCR是阴性 你还没有检查到 这个昨天科市长 针对于台北的这个士林的 那个所谓的肠照中心 他不是讲了吗 哦原来哦 有一些刚刚筛筛检的时候 是阴性 那个叫潜伏期啦 你知道昨天大家都傻掉 就是你是一个医师 你告诉我说 哦我从长照的事件知道 原来有人叫潜伏期 你现在才学会啊 他是装傻吗 你可以重修 你回去台大重修好不好 那好 你昨天才刚刚知道 士林这边 你刚开始筛检的个案 会有潜伏期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北农的个案里面 你说筛检 阴性之后要打疫苗 这些人 有没有病毒感染 而在潜伏期的人 有嘛 那你没有把他匡列起来 你没有把他隔离起来 你让他打完了 你所谓的疫苗之后 他再回到这个北农 他没有传染力吗 他未来两三天之后 第一他确诊 确诊完之后 在这段时间 跟他所有接触的人 全部在插在蛋 不晓得哪一个又要感染 我们看之前葡萄农 那个案子 一个确诊之后 大概就是二十几个哦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从昨天前天看到北农的事件 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叫做台北可以 全台湾可以防疫防成这个样子 尤其是双北 尤其是台北市政府这个做法 我要称赞台北市民啊 到目前为止 北农从五月二十开始有疫情 到现在还可以守成这样 一定要归功于所有的 北农相关寄出人员 跟台北市民 非常节制 这段时间真的口罩戴好 没有乱跑 不然以这个市长的搞法 大概台北现在又报了 就是确诊数应该是会暴增吧 一定会暴增 所以为什么没有暴增 不是他很厉害 是大家很忍耐 那所以讲疫苗就完全就不合理 那我不知道 今天他们整天都讲疫苗不够 那你不是多到打不完 两二十瓶 要叫人家晚上两小时之内打光光吗 什么时候疫苗不够了 如果你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核心 他要人家打完那二十瓶 是六月八号晚上 是 北农事件什么时候 五月底出现的 六月中旬的时候 就应该他六月初就跟他说 你们要筛检了 如果黄珊珊市长 你今天讲的说是因为我北农疫苗不够 那二十瓶台来注嘛 好心甘心一百瓶台来注嘛 做不到吗 你们不是剩六千多 六千多剂吗 你现在跟我讲疫苗不够 你有六千多剂打不完 如果你们那时候脑袋有清楚的话 你认为北农最重要的事情是打疫苗 你六月八号六月七号就可以把那六千多剂 跟中央说不好意思 我北农疫情会很严重 我要打在北农的员工身上 你没做啊 林医生那科幣是装傻还是故意的 还是说他又在拿疫苗做政治操作 因为疫苗不是这样用的吧 也就是当疫情在扩散的时候 疫苗打进来 打进人体就可以抵抗病毒吗 你知道现在大家很生气一个事情 现在以台北市这种逻辑 叫做你把疫情搞爆了 我就能拿到疫苗 完全颠倒过来 我疫情控制的好好的 让大家很稳定减少确诊 然后大家疫苗一批一批开始打 我们疫苗的接种是从高风险嘛 容易接触很多人 再来接种了感染之后容易死亡 现在台北市它的逻辑叫做 我只要疫苗 我只要疫情爆了 我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疫苗 就可以跟中央要更多疫苗 那这样大家都来嘛 大家就把疫情爆掉啊 我这边也爆啊 我这边丢一个确诊者啊 让全市场的人都冒完风险 就可以打疫苗啊 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拿疫情的风险来 来当成政治操作吗 而且不要忘记啊 他台北市这一次 不论是士林的这个 所谓的长照中心 或者是北农 不要忘记这里面会有个案感染之后 第一个家庭受到的损失 健康受到的损失 你今天如果真的心要坏到说 我要让疫情爆发之后 我可以拿到疫苗 你这个真的是坏心 都不能再坏心的状态 我再补充两件事情 他们今天就讲了 他说哦 那个北农总经理 北农的全责是台北市 大家可能 大家都很记得吴英宁的时候啊 吴英宁是在哪里备巡呐 吴英宁不是来我们立法院备巡呐 他是在你们台北市议会备巡呐 来 这个是102019年 台北市还因为吴英宁那时候 他认为说与法 他觉得去备巡 这件事情有讨论空间 所以台北市政府 特别定了一个吴英宁条款 就是强调说 你北农的总经理 要来我市议会备巡 请问一下这个代表 谁对他有职权 谁对来市议会备巡 表示市议员可以监督 市议员台北市议员监督 北农 你跟我讲说 北农的全责在中央 再来 一样 这是20 应该是2019年 2018年 那个时候处理的事情 一样是因为吴英宁的事情 然后呢 台北市议会说 要杯葛北农预算 我请问一下 如果北农的主折机关是 如果北农是归农委会管 你们台北市议会怎么省得到他的预算 北农如果归农委会管是我们立法院在省预算 怎么会是你台北市政府省预算 你胡扯 最后 柯市长你自己讲的 你自己讲的 这一篇新闻里面 他自己讲说 我们台北市是主管机关 你自己讲的 你跟我什么一推50以 推到立法院 推到行政院去 简单讲 如果北农归农委会能够全责处理 现在王必胜早就在里面了 不用拖到你现在全台湾人都吓到了 最后再补充一个事情 我们刚刚说 这段时间台北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今天看到他设了快筛站 好 快了设了快筛站 筛完之后这些人去哪里 我一直在问嘛 筛完去哪里 因为如果你不匡列 像我们昨天 其实昨天我这样讲 柯市长柯市府 拜托你去把昨天 我们指挥中心记者会 你再怎么不爽 拜托你去把记者会调出来 你把王必胜执行长如何18天内 让苗栗清零这个案子 好好看清楚他怎么做的 你教科书不看 你好歹看小超吧 昨天王必胜执行长讲得很清楚 当初赶快匡列了高风险群 这群人很有可能确诊的 他高风险群 他筛起来的所谓他的筛减阳性率是9% 才会有一个呢 中风险群 再来低风险群 高风险群跟中风险群筛完之后 全部都隔离 隔离完了再筛 确诊捞出来隔离完再筛 我一直想 匡列隔离之后筛 你台北市现在北农 我说好 我先不管你另外2万人 你有所谓其他县市 现在其他县市都自救了 昨天高雄市就匡列了 125个跟北农会有关系的人 高雄市就匡列了 人家高雄可以匡列 你台北北农 台北市全台湾首都 你没有办法匡列 台北市现在还是没有匡列 没有去隔离 没有去做疫調 你看不到北 他只告诉你4000人 对不对 万大国小站今天一塞 塞300人 那请问一下4000人 300人你要塞几天 再来那你300个人 一天塞300个 塞完之后这些人去哪里 谁去塞 你台北市政府 没有去把这个地方接触的 确诊者是谁 跟他接触高风险群 趕快先隔离 隔离之后帮他塞 中风险群 你要给他通知 你是中度风险 能隔离 趕快隔离 不能隔离 你叫他一个礼拜不要上班 不要跟家人接触 你才能把这些 你还塞不出来的确诊者 让他不要再接触更多人嘛 那以他这种说 你像刚刚我们影片看到的 去跟他上说 哎 你如果有人去塞一下 你塞一下 塞完 阴性就回去了 继续上班嘛 三天后确诊 塞一下 我想说我今天应该没事 我不会去 五天后才确诊 那这个人有没有传染很多人 是对 台北市政府 你完全不匡列 完全不疫調 不好好的去处理 你面对至少 我先不要要求你处理全台湾 在这边走动的 你说两万人次 光你们北農四千人 你连匡列都没有办法处理